哈 對我來說它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單純 就是因為我寫作我需要支應經費 台北文學獎會給我錢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題我想要用一個比較幽默的方式 就是因為台北文學獎總是在年底 所以我們努力寫完就是一整年的文學之後 我們就可以投稿之後 然後就趕快去過年 就因為我覺得台北對我來說 很多有關台北人 是不是都給我很多的情感和感慨 我不得不說所以我就投稿了 因為對比起香港 就是在香港的文藝界比較少 有怎樣大的機會去讓你的創作去發揮 可以去讓大眾、讓評審、讓一些人去看到 比較少一些怎樣子的比賽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來台灣之後 有認識到有怎樣的一個機制 我覺得我就一定要來試試看 一方面當然是想要讓我的作品得到肯定 一方面也想要試試看我的作品的 在台灣學習幾多年 我的作品有沒有什麼進步 這樣子 這是對於我自己的一個一個考驗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文學獎的 算是非常不擅長的任何文學獎的人 我覺得投每一個都一定會共沽 唯一最好的就是有到決選 到決選以後到最後也是沒有到最後的得獎 所以會想要投的是 我覺得每一年都要給自己一些鼓勵吧 因為透過這些獎項好像可以得到一些肯定 然後讓自己感覺到自己正在書寫的東西 其實是被大家給欣賞的 我覺得這是想要投文學獎的原因 我很喜歡台北文學獎的原因 就是因為台北文學獎一直都有彈性接受 各式各樣不同種的創作跟劇本 而且國內有在爭舞台劇本的文學獎其實很少 對所以就每年都會參加 然後很感謝就是今年那個評審給予這個肯定 很簡單就是因為台北文學獎其實蠻能吸納 各種特殊的文類 我就想試看看我有沒有這個能力 然後沒想到有成功就好了 對啊 這應該是我蠻高興的一件事情 台北文學獎在我過去的想像 以及這個後來的認知之中 我都覺得它其實是一個門檻很高的一個獎項 但是對於參加人來說 它也是一個自我精進 能夠自我建造的一個很好的修行吧 所以我必須要這樣講 那我也非常鼓勵 未來有志於創作的人 可以以台北文學獎為目標 然後持續的投入 一起豐富這個文學的原地 所以我也需要再說 很辛苦 一組糟尼斯 兩組糟尼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